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盧雲的新書 書名叫做《盧雲的成與愛》 全本書厚達432頁 作者是彭信強 他現時是在中國宣道神學院 擔任靈修科的講師 曾經在維珍學院進修 鑽研靈修學好幾年的時間 現在是信義中神學院神學博士的候選人 他的著作包括《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 《還我淑靈本色》和《勇闖七松山》 80年代盧雲神父Henry Nowen 他的名字漸漸開始被華人信徒認識 這位1932年出生在荷蘭的神父 他曾經目睹戰爭的殘酷 經歷在戰後歐洲在頹換伴雅當中 艱難、困苦地重建 他又曾經先後在美國頂尖的聖母大學 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講學波連 八年年代初期 盧雲他毅然放下了教席 開始在中南美洲深入民間裡 來到去體會貧窮 和那些受欺壓的弱勢者 和他們一起來共同生活 他又參與了方舟團體的服侍 一九九六年 他在一次出席會議的旅程當中 因為足電意外身亡 六十四年陳世的生命 卻留下了四十幾種豐富的著作為產 其中有三十幾本書已經譯成中文 其他語文的譯本也是非常眾多 足以證明他是深受重視 在靈修神學和靈命成長的領域上 對信徒的影響是很大 《盧雲的誠與愛》 這一本書出版的目的 就是要幫助讀者全面了解盧雲 就是包括他的身平 性格 著作 思想 和屬靈觀 全本書分為四個部分 十一章 第一部分有兩章 是講盧雲的身平 和盧雲的性格 和照明 用你作為盧雲的簡介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是逐本地來介紹盧雲的著作 第三部分 第四章 就是逐本 第三部分 第四章 是簡介盧雲的整體思想 屬靈觀的特性 他的神觀 以及他的教會立場 和觀點 第四部分 是這本書的主材 作者用了七篇的內容 來檢視盧雲的屬靈觀 包括盧雲屬靈觀的主子 和認識真我 這是第五章 第六章 是個人屬靈的操練 第七章 是他的群體屬靈操練 第八章 是盧雲的靈命成長理念 第九章 是盧雲的七個靈命成長向導 第十章 是聖照和神職人員的侍奉 第十一章 是反向使命和社會公義 書尾 他還有三個父錄 詳細列出盧雲的著作和書目 有十本重要著作和盧雲的語錄 全本書是巨細無遺地來講出盧雲一生的經歷 並提剛揭領地指出盧雲的身體力行 誠與愛的靈性生命 要全面認識盧雲 被引導去世世閱讀他的著作 這本書肯定是不宜之旋 成語作者在本書摘要和總結裡提到 盧雲雖然已經去世多年 但是他那套多元和整合的靈修學 對於現今二十一世紀後現代的全球化地球村來講 仍然是先知性的 這正是我們仍然需要去全面認識盧雲 和閱讀他的著作的底因 多謝您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